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怎么看都和西游记后转一个团队的 新女驸马 在这里万物皆可鬼畜 有时他们连狗都不放过 故事要搓一场比武招亲说起 直接从轿子里飞出 两只陀螺金 一个是后果攻击 一个是相国公子 一个奉旨 一个御刺 他们都是为了妙中之府的千金冯素贞而来 这个游爆皮 对不起没有皮帕 的遮灭女孩就是冯素贞 她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烦恼 那就是 真漂亮 真漂亮 也就是未来的女驸马 她可女装可男装 可女红装 可男红装 最重要的是 她还贼会撩 公主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 那这样的女孩 恐怕也只有另一个天下第一才配得上吧 我东方圣 乃天下第一猛男 天下第一美女 理所当然应该是天下第一猛男的老婆 班配 来 大家把班配打在公屏上 但是 真漂亮 却只爱她 除了青梅竹马 一无是处 摆摊算命 还尸挂酒不准 连偏头都被排挤 主要作用 我想大概就是为了过神的乌鸦嘴男孩 李兆婷 竞争一下变得特别激烈 很快就到了比武招亲当天 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次的参赛选手 他们是 蓝大海 黄不婷 黄格力 和李先锋 这起名也太新时代了吧 最终 在一百位选手的公开角逐中 主办方竟敢迷目张胆的作弊 真漂亮摆脱这个假扮成天下第一大侠的文丑 话说这个剧怎么这么多天下第一 过神男孩就这样成功取到了真漂亮 而我们的天下第一猛男 明明这么努力的拉票 却错失了自己的CP 阿文冲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当朝的文乡 天乡公主 她爱男装爱江湖 更爱稻齐毛驴啃甘蔗 在帮忙的过程中 公主还不小心立下了一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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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g 世上竟有如此钟情的女子 如果我是王子 你就是王妃 如果我是公主呢 你就是驸马 女驸马 大婚当天 真漂亮在她家的欧式大洋近前 化了美美的妆 我相信是很美美的妆 过神男孩却被上头来的 拿着黑色蕾丝浮沉的王公公 以假冒圣旨的罪名 威胁写下了退婚书 王公公 你也可以叫他金豆子公公 他最喜欢用金豆子洗手手 她不但牙口好还能涂嘴变金度 但由于过度频繁的使用 不难发现王公公已经有了薛薇的中毒迹象 啊那个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 这个不是喝手磨咖啡那位 也不是打考书记 是我们的憨头深老师啊 就这样 过神男还丧失了择偶权 而天下第一猛男的机会终于又来了 那么天下第一猛男到底该如何得到天下第一美女呢 大家准备一下 下面的剧情我要全程开车啦 首先事情要从皇宫里的一顶绿帽说起 菊妃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而老皇帝心中一直有一个向往的生活 看着你每天势如菊花 品尝你亲手调指的菊花茶 闻着你散发着菊花芬芳的蹄香 我这个皇帝总算是没白做 但老公帝最近愈发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得劲 于是就找了名为玉仙的国师 炼制长生不老药 一听这个名字 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个什么货色啦 经过我的研究 玉仙国师炼制的仙丹 主要有两个品号的 分别是单球的和双球的 药性都极其凶悍 老到炼制的不老丹 其实说白了就是不倒丹 永远不倒 而玉仙国师手下还有一个玉仙帮 他的方规更他妈凶悍 在我们玉仙帮来讲 性语和寿命成正比 性语越强的人 寿命肯定就长 那么他这个仙丹到底能强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那种能 违背物理规律的强 不要说皇上吃了管用 就是太监吃了也管用啊 然而啊 老皇帝最惨的还不是身体 而是明明自己都这么努力调理了 菊飞还是出轨啦 对象就是他 天下第一猛男的爸爸 东方侯 我是天底下最没用的男人 不 你是天底下最强壮的男人 可是自从当了王妃之后 我才知道 女人需要男人给予的 最重要的东西 并不是身外之物 你是最强壮的 你一直做得最好 你最棒 你最凶 你最猛 好 然后就为他的儿子 情贼情王 拖肩在床 天下第一猛男威胁巨妃 所有老皇帝 成功 此婚 真漂亮 誓死不从 强扭的瓜不甜啊兄弟 我不管他是强有的瓜 还是瓜手底弱的瓜 我甚至不管这个瓜是甜还是苦 我追求的 只是这个瓜是我的 是我的 不愧是你啊 天下第一猛男 最后 真漂亮在神秘婆婆的帮助下 一个天衣无负的诈死 但是没想到 猛男连死瓜都无所谓 你想解脱 做梦 你身不是我的人 死一定要做我的鬼 婚礼照常进行 我终于娶到天下第一美人了 最后 好好一场喜事 变成了红白鸽毁 姗姗来迟的过神男孩 突倒在灵堂前 戴上了痛醋面具 一生生的汗着 真漂亮醒来 家破人亡 继母被杀 爸爸装疯躲过一劫 却变成了一个 只会喊别人爸爸的傻子 此时的皇宫 老皇帝有搜集手般的坏习惯 这个毛病遗传给了太子 他沉添沉迷制作会妃的木鸟 压根不离国事 于是菊飞决定 让自己和东方侯的儿子当太子 没错 小皇子甚至都不是皇上的儿子 这个帽子实在是太绿了 太子被菊飞欺骗逃往宫外 菊飞又安排了江湖第一杀手 一箭飘轰 aka无天追杀太子 朋友们 我这里再强调一下 他真的不是近东 公主一个人勇闯天涯的时候 和第一杀手互生情愫 是逢老皇帝想给公主比武招亲 他就鼓吹第一杀手也去试试 弱智的人 才会给皇上等女婿 那么第一杀手口中弱智的人 就是这三位 过审男孩 相国公子 和男庄的真漂亮 他们先是通过了文士 成为了前三甲 在大殿上 他们接受了老皇帝最高的礼遇 欲酒一杯 鲜花 美人一数 有毒吧 真的是鲜花 还不是手捧的那种 恢复女装的天涯公主 站到了两人面前 他们赶紧也送上了 自己最诚挚的祝福 祝公主 天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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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真到了比武招亲那天 人人都不想娶公主 宰相儿子 他爸妈极力反对 这种强强联合 宰相竟然会不答应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竟然是皇帝的儿子 恭喜老皇帝 从宰相那里拿下一分 最终 真漂亮成功进化成了女驻马 从此他每天只能兄弟戴铁甲 除了伺候公主 还要伺候他的甘蔗 而他们的新婚生活 一度影响到了老皇帝的晚年生活 公主和驸马 又在屋里打起来了 最后 全府上下都觉得 驸马不行 一定是驸马不行 连公主的贴身小侍女都看不下去了 只能偷偷出去买药 颜羊糊 颜羊糊是什么药啊 颜羊糊啊 这是冬草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全国人口收入普查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就问你 这部剧吵不吵 驸马回到老家 调查地方财产 遇到了装疯的老爹 老爹告诉他 他们家之所以被这么搞 全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广尚来家里玩 而自己在闲逛的时候 不小心撞见了 东方猴和菊飞的奸情 啊不难发现 全力游戏很可能是 借借了新女驸马 嗯 正当驸马报仇无望 自个儿也被抓之际啊 王公公却和东方猴狗咬狗 双双入狱 王公公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再看一眼 我这些金子 然后再咬一口 真甜啊 之前帮过驸马的神秘婆婆出现 原来她就是王公公的妈妈 这些年 她一直在做好事赎罪 王公公做一件坏事 她就搜集一颗黄豆 她做一件好事 就搜集一颗红豆 但是红豆的数量 却怎么也赶不上黄豆 王公公一身吃惊 最爱的菊妃身边 这下 铁下第一谋男不能忍了 在LED银堂前 新的铁三角诞生了 国师有片老皇帝建造接线台 皇公没有钱 只能卖官补贴 宰相手当其冲 臣是一品 臣应该值一千万 臣愿意把丞相职职进行拍卖 Ladies and gentlemen 丞相拍卖会现在开始 起价一百万两银子 两百五十万两 好的驸马出价 二百五十万两 二百五十万两一次 二百五十万两两次 三百五十万两一次 最后靠着永远不差钱的天下第一杀手 一千万两把官买了下来送给了驸马 这下 国师和驸马这对小夫妻的梁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他们甚至在拍卖会的现场 各种粗笔 等到接线台终于落成的那天 接线仪式现在开始 请皇上和国师隆重剪彩 这不是酒店开业啊混蛋 好的吧 大家准备准备剪彩开业吧 国师站上了舞台 施法召唤太上老君 但是太上老君的群演却被驸马绑架了 过神男孩跳了出来 对不起 太上老君今天不营业 可是据我所知 今天太上老君是不会出行问课的呀 那么请问今天排号的是哪位晋师呢 是王老师 接着 故神男孩为我们献上了一段史诗级的尴尬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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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你 什么叫专业 这 sixty 就叫专业 说实识那是快直剑东方真的飘过来四个 这是一个啥 你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国师又又失败了 神经的他一心之向要不流血的顺利 我们不仅仅是使用暴力 我们还要做的是和平演变 现在的他改变了自己出钱的想法 必要的时候 没想到在正式登仙那天 之飞突然反水和小皇子同归于尽 大战在即 猛男在驸马的柜子里找到了 驸马的本命年内衣 他就是冯夙真 他是我老婆 天下定义猛男为驸马挡刀运令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傻 因为 她是我娶的女人 哇 天下第一猛男 真的是从头梦到了大结局 回到战场 驸马拿出了神器 小魔琴 直接打出了慢歌WiFi 击溃了国事 故事尾声 老皇帝开始了复盘 原来把太子逼出功 练仙丹 卖官 接仙坦 一切都是他父的局 他就是要用这些挫折 来为太子扑鲁 练就一个真正的太子 然而 太子是坐上了王位 却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自即日起 取消万岁 臣者建军应送木鸟飞 木鸟飞 木鸟高高飞 木鸟飞 木鸟飞 木鸟高高飞 而驸马这边 公主虽然发现了驸马的真实身份 但是她也表示啊 老娘不care 新逢的 从今以后 在外面 你是驸马 我是公主 在家里嘛 我是太子 你是太子妃 你得着女装 好生伺候你老公 嗯 我的真野 好的 以上就是女驸马21集的全部内容 她虽然只有20几集 但内容简直豪华套餐 坎比现在的60集 她剧情颇具讽刺 可惜bug太多 以及尺度实在是太太太太大了 但我看的时候真的完全停不下来 另外 新女驸马的女扮男装实在是良心 希望现在一些服装剧啊 也可以多多参考 听说很多人都是看完上次花椒架嘴狼过来的 那么看完这个不如再去支持一下我的上次花椒吧 我亲爱的 爸爸 man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爸爸